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掌门人引力下 崇尚人类博爱精神 承传了固有的伦理礼仪与良心的文化 以实际行动在全球散播爱与和平的种子 并受到历年来总统的赞誉 贵会成立35年来 秉持尽忠 尽孝 爱国家 爱社会的种子 激和同好 自立研习国术 发扬武德 对传承固有文化 树立良好 社会的风气 贡献做出成果 令人敬佩 台积门是古老 气功武士门派 殊途代代相传 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弟子民各个多精神饱满 身心健康 在红掌门人的引导之下 除了修心养性之外 更秉持尖善天下的精神 激势助人 并透过国际文化交流 推展世界之爱 让爱与和平的理念 传遍全世界大宗 特别还要借此机会 再次代表政府 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和感谢之意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为国家 为社会所做的努力跟贡献 每一次看到太极门 就看到活力 看到温馨 看到爱 我们非常敬佩 洪道指博士这一种憋一天敏人的情怀 也希望在全世界各地 太极门都能够秉持这一个原则 让台湾站出去 让世界走进来 太极门更在掌门人的带领之下 积极走向世界 为台湾做国民外交 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未来 我也希望太极门在红掌门人带领之下 能够继续跟政府一起来打拼 发挥我们良善的影响力 让台湾不断地进步发展 让世界更看到台湾 太极门师徒自立自废 走方五大洲101个国家 透过气功武术的展演 让世界认识台湾和中华文化 并把爱与和平的良心理念传播全球 然而 在自己的国家却遭到政治迫害 用违法税单 临持这个爱国家 爱世人 在联合国及各国元首高度赞誉的修行门派太极门 长达25年 接下来 我们来看哲泽报导 欢迎收看《独报法税》 我是卓建群 我是纪宛如 全球纪念10月24号联合国日 是联合国宪章在1945年生效的纪念日 而宪章中所秉持的人人享有和平 发展 人权 机会等精神 至今仍是世界各国追求的普世价值 不过您可能不知道 当各国都在追求平等人权之际 卑微亚洲民主灯塔 强调人权立国的台湾 竟然存在一桩长达25年的人权侵害案件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太极门甲案 至今仍未得到平反 这桩假案起始于民国85年由侯宽人检察官主导 以宗教扫黑为名的整数迫害 由检调国税局联手制造假证人假证据 诬陷太极门诈欺逃漏税 此案造假之时罪证确凿 已经获得了刑事法院判决无罪无欠税 但还是因为当初一个人造假的行径 太极门师徒被法税暴力折磨到现在 这桩假案侦办的过程中 检察官明显的借阅职权也严重侵害人权 检察官职权隶属于行政院法务部 属于行政官 只能说是懂得法律的技术的行政官 但侯宽人当年却借阅职权 又未能善尽中立进行侦办 让这桩假案在国际间蒙修台湾民主及人权精神 当年单凭侯宽人的一张不实起诉书 就霸凌人民长达25年 主要证人税务员石约森挨莫良心发现 证实侯宽人教唆做卫证 诬陷太极门逃楼税 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所以说那时候人家找我的时候 人家讲这孩子有问题 对 没有人要听 没有人要听 所以你那时候 您说就这样办是市教图的人 跟你讲的 然后你那市教图说有问题 结果他也 没有人要听 我没有人要听 后来有人找我 我应该讲 去市 有问题 我们是办理顺利的 哎 你来来 我们 想要看吧 看市民那里 我应该讲 我说 诶 去市民 那里 我说 我让你去看看 我说 你们怎么算的 他就拿着我看 你成哪里来的 你是不是不信 我说 这样不跟你们吃饭吧 是 你不能再加个败 然后看着去 他说 啊 这个不财 不财 他说 你要怎么样 他说 我们是这样的 原来人啊 找我去 他要成全之 打 打 打 你是说 他找你去 只能做做样子了 你 就是 你不管说什么 反正他写他了 是不是 他吓死了 他吓死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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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 他问你说 我当时跟你讲什么 他 他自己讲话 他不记得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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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宽仁 办案手法充满争议 没有调查 没有任何证据 也能先射箭再画把 还在媒体上发表 看到眼神闪过一丝阴影 就能够论断是否有罪的荒唐话语 我们的国税局照样开单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的税务人权 几乎是荡然无存的 苦苦纠缠一个 司法判决監察院 最高行政法院 都说没事情 都说没问题 你们的税单一再复活 我从他的眼神里面 看到一丝 闪过一丝的阴影 这段话值得国人省思 公权力造成人权的迫害 其扩散力和迫害性 就像病毒袭击一样 让台湾的法治打崩坏 原本应该是为人民 伸张正义的检察官 却反过来执法犯法 成为迫害人权加害者 任凭监察院调查 有八大违法事实 要求法务部进行惩处 无奈官场降纲文化 恶习未除 法务部漠视武权分立 官官相互之下 竟然拖过了追溯期 还高深廉政署副署长 这实在不是人民之福 这片土地上的自由民主 和人权 是人民靠着血汗 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 如今因为当时一人造假 捏造一桩本来根本不存在的案件 不仅浪费了国家资源 长达25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这桩假案对于人权迫害的程度 也震惊了国际 希望政府能够张开耳朵 倾听人民的呐喊 也期待小英总统 能够落实对人民的承诺 保障人权 促进人权 接轨国际人权标准 还给人民公理与正义 感谢您的收看 国税务员史月生作伪证 违法开单课税 国税局及法务部执行署 并违法拍卖 将太极门土地非法收归国有 这样栽赃王法的作为 连资深退休减任集合专家 也看不下去 太极门冤案因系当时连续发生 含有政治性凶杀重案未破 法务部检调单位未移转焦点所作 互为矛盾之长叶诈欺罪 以不正当方法逃漏税罪 而此两罪已经最高法院订阅 无罪无税无违反税间集成法 并获冤逾赔偿 课税行政处分仍残留81年度未解 乃财政部以及所属国税局抛弃职责 推委于法务部检调单位 非法推认课税及行政执行署 违法征收 依法论法其违反法律处之大则如下 第一个 依所得税法及大法官会议 对租税法律主义之解释 人民需依税法所定制租税构成要件 诚实申报纳税 这个租税构成要件是指什么呢 就是租税主体 纳税义务人 客体客税标的 客体对主体之归属 税基计算 税率罚则等 任何人都不能以法外给予自创 比照适用或对他的条件 限制给他增加或减少 这个就是大法官解释 一再一百则里面一再讲的 所谓租税法律主义及实质客税原则 那税政机关呢 则需一相同租税构成要件 公平一致核定客税 这个法律规定怎么纳税 税务机关怎么根据同样法律客税 这个就是民产和国产的区隔红线 你没有诚实申报纳税 就是漏税 国外有些国家叫做偷税盗税 那相对的 你政府一月法律规定所克的税 多克了 那就是抢夺民产 而且是公然抢夺 用公权力抢夺人民 还不知道你怎么抢 还不能抵抗的 这个非法克税 任何民主国家 绝对不允许的 他所收的款 绝对是没有年限 就要退还人家了 因为他非法克税 那就显然就违反了 宪法第十五条 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 其财产权与保障 还有宪法第十九条 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 这两条 主体课题适用法条错误 它绝对是原判结废弃 那行政处分一定是要撤回 注销 他原来就不存在的 没有更正不更正的 所以上一次说六年五年更正为零 大概更正代表什么 代表他好像克税没错 只是几千万的所得额 给你更正为零 但是他本身好像没错 但是真正来说错 他不应当这个税单 他是违法税单 就是注销不是更正的 81年的还在执行 那你显然就留着来整他们的 我讲这个意思就是 因为以往我们都太保守 都在采手势 一直讲说 这样不对 这样克税不公平 没有缓过来说 你这是非法克税 非法克税换我 来让你尝试被冤枉的法律 你怎么解释 太极门55年 民国55年设立 到110年 刚好第2个55年 这正是太极门 一火重生 一火互扰 重生之日 110年绝对是解决的 因为怎么样 以往采手势 现在你采公事 换你没告他 他是非法克税 行政程序法113条 所有太极门的关系人 都可以询文 发单的国税局 告诉他说 我这个师父的 都是我太极门指定 奉养公公 就要一般寺庙随喜 公奉这些一样的东西 法律也规定的很清楚 司法三省的也讲了 这些都是 师父的受证所得 照我们税法规定 有课税 只有扣赠余人的赠余税 不是课受证人的所得税 请你那个发单寄生所 说你用 那个免税所得给我课税 课所得税 显然违反租税法律主义 和大法官解释 这种处分 行政处分 有效还是无效 根据那一条 他必须答复 他答复说无效 OK了解决了 他要是答复有效 那就直接告他了 对民事财产权的侵害 那个直接向法院告 告国家赔偿 然后就向江国庆命案 把那些相关人士 真正淋虐人的老百姓的 也作为年代赔偿责任 文化是国家命脉的基石 世界各国无不耗费巨资补助 及辅导文化团体 努力维护并弘国家文化 太极门师徒 在国内外自立自费 弘扬中华文化 不遗余力的延续传统文化的命脉 政府应该给予太极门肯定 并保护支持 期望政府立即结束25年的太极门奖案 还给太极门师徒清白与公道 即归还太极门到场修行与定地 节目的尾声 我们来看洪道子博士 参与国际事务的建言影片 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大家 亲爱的委会贵宾 各位好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大家好 每一个国际日 都具有它独特的意义 那是人们对世界的期许 与期盼 全人类共同达成的目标 世界各国透过 举办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 提高公众 对全球性相关议题的认识 与关注 并因心有所感 而付诸于实际行动 进而共同实现 联合国所倡导 及追求的四大核心价值 安全 发展 人权 与正义 西元2003年 第58届联合国大会 通过联合国 反贪腐公约 并订定每年12月9日 为国际反贪腐日 公约的前年开宗名义 指出 贪腐是一种隐患 暗藏不易察觉的祸患 他对世卫 将造成广泛的 腐蚀性影响 不当行为 和不法行为 破坏民旨 和法制 导致侵犯人权 并且允许 存在组织犯罪 恐怖主义 和其他 威胁人类安全的 泛滥 早已左撰 皇宫二连 已有记载 国家之败 游邪官也 官之私德 崇慧张也 古今中外 民间基层社会 对于贪腐都相当 生物痛绝 人们把 对贪腐的道德谴责 及官等 写入 戏曲 小说 或成为民间说书的 题材 例如 如林外史 官场 献行记等 流传至今 具有 省事 与警示作用 据 记载 民朝 宏武皇帝 朱元璋 曾下造 近歹 天下 官吏之 为民害者 官吏如果 私下 巧利明目 害民取材 老百姓 可以写 举报信 也有权 也有权力 绑湖 赴金 治罪 一般 贪官在 被逮到之后 亲者 被罚 建职 城墙 嚴重者 会被判处死刑 从历史 各朝代的 新盛 核衰败 足以证实 官之 贪腐 必使国家 走向 败亡 主政者 当思 借尽 并积极 检讨除臭 还欧有 权力者 皆不可 不慎 现代民旨 政治最重要的 基础是 联政与行政脱营 公务员 所有人民之脱 共管公共事务 更不应该 謀利移民 官员之 滥权 贪腐 不仅影响社会 价值观 剥夺了 人民的权力 更是全世界 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 绊脚石 而在贪腐的背后 意味着 国家司法系统 无法 或者 不愿意究责 有罪 不法 以至 假借公权力 犯罪者 逍遥法外 甚至 上行下效 持续 假借公权力之名 行犯罪之死 造成人民 苦不堪忍 甚至 因法税不公 正义不章 而影响到 国家经济 与财政的发展 导致 未来有 动摇 国本的隐忧 反贪腐 是一个国家领导者 展现 政治家最基本的 道德勇气 透过司法革新 与 重建政府 诚信 修正 不公义的 漏习 才能带领国家 卖向真名指 真法治 真减权 联合国 反腐败公约 也强调 各国政府 有责任 制定 有效的 保护措施 确保 为追求真理 与正义 而勇于 发生的人 得到 保护 不为 受到 报复 这些 保护措施 将有助于 建立 有效 负责任 和透明的 政府机关 透过 不断 检讨 修正 与革新 扫除 苛救 形式 廉政 和公平公正的 官场文化 世界人权宣言 明白 主出 人民的意志 是政府权力的基础 民族 治理 就是 提供一个 尊重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环境 政府有义务保护人民 可以行使 自由表达的意志 对政府在决策中 有发言权 能对决策者 进行问责 不分性别职业阶级 信仰 皆拥有平等 不受歧视的权力 在民族社会 人民的声音 正是意志 贪腐的强大力量 今年联合国特别 将活动主题定为 你的权力 你的作用 对贪腐说不 反贪腐是 每个人的权力 更是 每个人的责任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勇于指正 所有贪腐行为 包括 国家 政府官员 公务员 司法官员 媒体 民间社会 邪世界 公众和情人 尤其政府 无视人民的声音 在面对错误时的不作为 人们更应该站出来 拒责官员 贪腐 督促政府 积极改革 贪 义务也 福 烂也 诗经 大雅 山柔 记载 贪人败类 有道士 是能阻止 新常态 人道无求 品质高 贪恋来自于心 青年也来自于心 面对公权名利 财富 欲望 该也不该 取决于人的 内心道德门槛高度 而道德的门槛高度 来自于良心的准神 有感于 人心财势 是扭转当前 持续恶化市局的关键 40年来 五人极力在国际间 推动良心和平文化 透过文化交流 推动良心时代运动宣言 国际良心日宣言 联署 各种形态的论坛活动等 希望帮助世人 找回良心 这把 启发人类智慧的心要 人人皆要守护己心 引动天生的良善 勿使之 随波逐流 日渐腐化 让发自良心的正向能量 稳定住心 进而稳定市局 我们共同努力 拒绝 贪腐行为 让后代祖孙 得以安居乐业 幸福安定 快乐生活 更愿人人找回 与生俱有的良心 并守护之 发挥之 为自己 及世界开创 无限光明的未来 祝福大家 心中有爱 良心永在 未经许可 互相 使用 未经许可